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课便的时候呢把隔间墙跟厨房卫浴都取消 因为屋主他们是两个夫妻然后跟三只猫咪 所以他们其实平常没有就是接待客人啊 或者是宴客啊 亲戚朋友过来拜访的习惯 所以他们就把整个空间都打通 所以这个是一家五口 但是是一对夫妻加三只猫咪 自己跟猫小孩休息跟放松或者是工作的地方 那我们就先从玄关这边开始看起 有做一个很明显的区隔的感觉 对不对 因为屋主呢他的诉求就是希望公私领域分开 那他的公领域呢就是在玄关这个地方 私领域的话就是在客厅这个地方 他们是希望这边的话做一个区隔 所以我们玄关呢就是用比较深色下去做一个区隔 那进来的话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天花板是用镜面 让整个室内的空间一进门的时候就比较放大 那反照到地上的话呢就是用一个同色系 但是有花纹的大板砖 让整个质感可以提升 那这边就是都可以收纳鞋子啊 跟一些出门用的用品这样子 然后像另外一侧的话就是可以放一些展示品啊之类的 好而且刚才也提到说 其实猫宅很多时候要垂直的思考 所以除了人的过道之外 猫的过道也要留红 对因为他猫咪上厕所的地方 有一个猫砂盆板在里面 所以我们特别做了一个猫通道 让猫咪可以这样子随意的进出 我觉得你真的很搞刚欸 你看底下做了一个圆弧形 上面就一定要做一个圆弧形的概念 做一个互相呼应的感觉 好那我们就走进来 踏到私领域的部分 所以一整块屋主都觉得说 就是专属于我们跟三只猫咪的地方 对 所以一开始就是开放式的餐厨跟工作的空间 对 我们就是把书桌结合餐桌 让他们多使用 可以吃饭在这边 然后工作也在这边 那他所有的休息 有时候也可以在这边做休息 这样 因为厨房也会净收眼底 对 所以我发现在这个五金的选择 台面的选择 甚至厨具的选择 真的都要比较费功夫一点 对 像我们的台面的话 就是用凯撒金石的食音石 那它的硬度很高 就是不像一般的人造石 它是可以在上面做料理啊 揉面团啊 就是也是比较天然的 那还有像这种禁锡式的油烟机 我们是在禁锡式的油烟机后面 就是在工作养盘那个地方 还有加装中继抽缝马达 让整个犀利 就是他们在料理的时候 不会就是整个房间都是烟味这样 看到这个炉连烤 就是瓦斯炉加烤箱连在一起 就是很多那种国外的家居杂志的封面 都是用这种方式的 因为他们就会有一个厨房式开放式的 然后就会觉得说 全家人聚在这边很温馨的感觉 但有没有想说那台湾这边到底 实不实用 或者是我真的想要再加放一台这个炉连烤 因为已经有经验了嘛 可以跟我们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其实炉连烤它是进口的 所以它在安装啊 运送的时间都会比较长一点 所以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 就是希望可以提早准备 我们室内空间二十五六平 二十四五平 二十四五平 所以不是说最宽裕的那一种生活空间 但是我发现设计是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向窗外借景 因为刚好附近周边都没有高楼建筑物 对 对 没错 因为我们是把那个隔间墙 全部都退掉的状况 那我们就是运用这个的地理环境 它刚好有大面的落地窗 那我们就可以把客厅的部分呢 面向两边落地窗 让整个空间感会比较充裕一点 像电视墙的话 我们也是另外再做出来的 这边的话原本电视是面对这道墙 那沙发的话是靠这边 但是的话就没有办法欣赏到窗外的景色 所以我们就特地在那个柱子这边 做了一道电视墙 而且你看它跟这个参除空间 就融合得非常非常好 因为我觉得沙发不靠背也是一个趋势 所以这边虽然没有隔间 但是其实我觉得地板上隐隐约约 有一种隐性的把空间区别开来 对 我们这边的话呢 地板的话我们是用一材质做拼接 那我们用那个艺术漆跟石木地板 来做一个区隔 它是延伸整个天花板的一个弧形造型 那做一个不规则的拼接 因为把涂料放在地板上 对 我们整个区域的涂料分三个材质 像地板的话是用平光的那个艺术漆 然后天花板的话是比较偏沙子面的 那灯光打下去的话 就会有那个沙子面的层次感 然后像墙面跟柜体的话 我们就是用极皮材质的 摸起来会比较温润一点 我觉得最令我惊艳的就是 这一个柜子 因为我们想像中的猫仔 你知道最单纯的方式就是架很多木头成板 就觉得猫可以上上下下走走跳跳 可是你要如何设计猫可以活动的空间 然后又不落薯套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厉害 这次是比较打造一个底下是收纳 这边也都是收纳 它是按压式的门板 然后中间的话就是给 这边是可以放书的 给那个屋主 他们那个女屋主很喜欢看书 然后他的书都会收藏在这个地方 那中间的话就是 可以让猫咪走到上面二楼的地方 那这边的话压克力板 就是可以让他们放一些展示物品 这样 设计起来比较不会有头重脚气的感觉 而且这个尺寸也是要特别拿捏很凉 对它的尺寸的话 因为猫咪的话他们可能从小养到大 那他们可能就是因为用制式的话 有时候可能会比较高一点 那我们就是有特别定制就是不要让它尺寸都不要那么高 让猫咪可以走路的时候会比较轻松一点 刚才设计师隐隐约约透露错 原来这边有二楼 是楼中楼的设计 但是二楼只有猫可以走 对所以这边可以通到二楼 其实有一整个横贯整个空间的毛道 对没错 它整个天花板的设计都是给猫咪可以走的 那从这边可以上去的话 当然因为他们会追逐 所以从这边上去的话 当然要从另外一边可以下来 所以我们那边也有设计一个旋转楼梯 可以让他们上下楼这样 都想当猫 坐在这边 进入到主卧的空间 那个观众可以猜猜看 这边画面里面有几只猫 有一只在睡觉对不对 对 它是牛牛 它有一个微微隆起的东西 应该也是猫在里面休息 对 两只猫都躲在里面这样 好啊 所以感觉就是一个很舒适的卧室 在这边的设计我发现 虽然没有实际门跟墙的隔间 但是我们有做了一个像 绿色门框的东西 也是一个心理上的安息 对不对 就一个更私密的空间 对 我们就是运用这个绿色的拱门 然后还有地板的艺术拼贴 像这个也是一样跟客厅一样 是那个石木的海岛型地板 那做一个方形的拼贴造型 那区隔出整个卧室的空间 让整个卧室的感觉有独立出来 但是又不会很狭窄的感觉 而且卧室的设计除了刚才设计师提到的 上面地板跟入口处之外 我觉得就是你躺在床上 眼睛往上望的地方 这边有一个巧思 对 屋主是希望可以让有一个 歌剧院的感觉 有一个拱门 比较特殊的造型 让他们看上去好像 有别于其他的空间的天花板 而且其实就没有那个主灯了 对不对 就是从那个光源 是从边缘这边散射出来 就会有种更柔和更舒服的感受 对 没错 然后主墙面 我发现有一只大猫在这边 然后色系也跟外面做了一个呼应 对 因为他们屋主的话 像刚刚我们看到的餐厅的壁砖 就是瓷砖跟整个卧室的床头 还有等一下我们会过去看那个 厕所的大阪砖也是一样 他们都是一个走比较丛林风 绿色的感觉 这个床其实蛮低的 甚至我的膝盖都不高厚 对 其实也是特别为他们设计的 因为像我们就是做出一个卧榻区隔 然后我们这个床是没有买床脚的 所以它的高度就会比较低一点 那底下的话也比较好打扫 就是不会说跑灰尘到床脚里面 那他们在跳到床的时候也比较省力 很舒服我们说不准 这两支最准的 草都草不行 三支 还有一支 在哪里 就是绿色 对对对凸起来那个地方 一二三 就是让观众来看一下 好 那我们就来看这边 我相信是每个女生的梦想 就是梳妆台的部分 不仅是梳妆台看起来很舒适 对面的景色也是无敌 女巫主就是喜欢面对窗景 那我们也有设置大面的圆形的镜子 让它可以化妆的时候使用 那也有这个直立的镜子 拉开来的话就是可以放它的瓶瓶罐罐 那里面也有设置插头 让它可以在这边使用吹风机啊 整理那个衣容 那还有这边的话我们把洗手台都挪到外面来 所以我们等一下进去里面看 其实是没有洗手台在厕所里面的 那这边除了可以整理衣容之外 也可以抬头看一下 有另外一个风景对不对 对我们有设置 因为像这个旋转梯上去的话 就是猫咪会从那边跳上去 那我们就可以在底下观察 他们的那个肉垫 蛮可爱的 谁 这是你想到的idea嘛 对 屋主特别交代 对对对对 很妙啊 就透过玻璃 看它的小速度啊 小肉垫就是 就是猫鼠人就会内心有一种 很满足的感受 对 这个地方是一个完整三件事的 卫浴空间 对 没错 之前的话 建商他们的卫浴空间呢 其实是没有那么大的 那因为我们是客边的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保留 比较足够的空间 那刚好是完整三件事的套子 那有很寬敞的领域空间 然后还有一个单体的浴缸 然后还有一个上厕所的空间 那厕所后面呢 我们有做那个大阪砖 比较丛林风格的 是呼应整个室内啊 床头壁纸跟厨房那边的风格 这样 这边我就要代替观众发问 因为其实我们的 卫浴空间最重要的地方 跟我们最大的区隔 就是它其实功能性 非常重要 特别是泄水的坡路 特别是你看我们没有做到 因为前面都已经要求无缝了 所以这边我们就没有一个传统的门槛 所以在这边泄水的速率 也非常重要 对 对 说到功能性的话 就是其实它还有整个采光的设计 也是我们有特别去设计过的 因为这边刚好面向大面的窗户 屋主他们在这边泡澡的时候 享受那个风光 那我们旁边的四周也是 采用那个透明的玻璃 藏红玻璃 让整个光线可以有个通透的感觉 那因为我们是毛胚的关系 所以泄水坡度呢 我们也是可以特别 请那个你做师傅 帮我们做一个 比较高低落差比较大的 那我们可以从后面这边泄过来 然后从左右两边做一个汇集到中间 泄水坡度就会比较好 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最容易露心的地方 就是一个物件的威宇空间 很多时候做工好不好 或者是设计师的新构没有细胎 因为我刚开始一踏进来想说 这个墙面有点让我联想到 那种日本那种一体式的厕所 就会觉得说怎么完全没有好像瓷砖的缝隙 后来才知道说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接缝的形式 对就是我们的话 像瓷砖跟瓷砖的接缝 我们就是用那个美容缝 就是用Apple C 那Apple C的话就是师傅可以特地 为我们就是颜色下去做调配 就是配色 所以它可以接近就是尺端的颜色下去做填封 会看起来比较美观 那Apple C的话它的特性就是 你用在酒它也不会发霉 所以就是很适合用在浴室这边 所以今天看完整合空间 想要请问Gina设计师有没有什么的建议 或者是想法可以提供给我们的活动朋友 像这个案子的话就是 他们是希望人猫一起共居嘛 我们当然是就是希望可以从人跟猫一起生活的角度去出发 透过一些垂直整合啊 猫咪的空间 让猫咪的活动空间可以比较更大一点 那人的空间也是比较自由自在的 没有什么隔间的拘束 我们把整个的视野都开阔了 让整个人身心回到家里面都可以比较舒适的做自己 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客变还有一个蛮大的优点 就是如果透过设计公司做客变的这个动作的话 我们可以当作是屋主跟建商的一个中间的桥梁 让他们去协助沟通 那也是可以省下一笔就是可能事后要拆除的费用 然后还有很多可能电路啊 或者是弱电啊强弱电的一个布局这样 所以今天看完这个设计 我也有很大的收获 我觉得重点就是要确立自己的需求 当你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的时候 或者家庭的成员想要什么样的生活的时候 我相信设计师就会是一个非常好的辅助 可以省下很多的冤枉钱跟一些百花的功夫 所以今天身为养貌人的我有非常多的收获 相信各位观众也同样有所感受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就是爱出设计家 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请不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位置计划